受滞留封面影响全台湾都在下雨 而花莲中南区累积的雨量也相当多 最后香港陈静光第一时间就关切逢雨必断的瑞港公路 他也期盼县府能够尽快衔接施工改善 另外文旦又占区也因为这场大雨疏解汗象之外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也表示说有利于农民施肥管理 滞留封面好雨从昨夜持续不停下 接近中午时分于是稍歇雨消云散 瑞港公路上远眺秀顾鸾西德武台阶情形舒爽 不过乡长陈静光却无暇欣赏雨后美景 反而心情念念着逢雨必成灾的瑞港公路 经过巡查还好一切通畅 但也更期盼县政府在与包商就地结算后 能尽快衔接起计划工程的施作 因为之前一开始我们就有反应给县府 所以这个工程可能受影响 这个工程已经做到这个最后阶段了 如果没有做一个基本的一个维护的话 如果下大雨整个冲掉 那个付出的成本会更高 所以县府有接受这个意见 而且已经快速的已经有人接受了 即便滞留封面雨量多数下在台湾西南部地区 让花莲中南区累积雨量平均也近半百之多 在地农民在历经了几个月的高温不雨后 这一场大雨及时疏解了 文丹佑树的汉象之外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也有利于农民施肥管理 文丹佑还好啦 茶叶有一部分有稍微干一点点 但是没有像去年这么严重 来得正式之后啦 农友要放肥料啊 所以没有太大影响啦 我看那个记录也才 大概这两天下了50公里左右 我应该还好 没有什么影响啊 滞留封面带来雨量 对瑞穗无科台地茶园 温旦幼等农作物来说 又如天降甘霖 滋润大地万物 也让农民欢喜期待 今年农作丰收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